請啟用 請啟用 新啟用的鋼山車站 屬於高雄捷運鋼山路逐延伸線的一站 與原本的捷運紅線終點站 鋼山高一站串聯 全長1.46公里 通車之後大鋼山地區的民眾 來往高雄市區更加便利 而高雄捷運鋼山路逐延伸線 全長13.08公里 沿著台一線往北延伸 將設置8座車站 除了新啟用的鋼山車站之外 也會經過本州工業區和高雄科學園區 最後到湖內的大湖站 未來市府也將規劃 再往北延伸至奇美博物館 銜接台南捷運紅線 以及沙輪線兩條路線 把高雄和台南兩地的科技郎帶 串聯起來 你看可以串聯高雄 串聯九頭 串聯南捷運 串聯工山 都不知道有聽到 剛才是丹市長所說的 哪可以串聯到台南 整個你看那個山頁的連結 哇這效益是怎樣 絕對是加倍的 高雄捷運鋼山路逐延伸線 是賴清德在行政院長時核定的預算 如今以總統的身份 見證他階段性完工 欣慰之餘也感謝前市長陳菊的堅持 和陳其邁的執行力 讓高雄的交通建設土匪猛進 民視新聞王廖錦雄 陳子平 高雄市報道 已經有這個港平所有的應酬單位 在做多謝貴賓